近來新北市有一名30多歲的女子 到室內玩水 然後出現死腦蟲的症狀 然後發病一週後就死亡 那根據目前的資料 死腦蟲的致死率高達99% 那想詢問一下 衛福部有沒有相關的防治作為 或是後續要怎麼追蹤調查 好 請 這種阿彌巴原蟲所造成的感染 的確是死亡率非常高 那所幸呢 它的發生的情形是相對的非常少見 那我們在前一例的時候 是在2011年的時候 也曾發生過一例 那國外也偶爾會看得到一些的報告 那我們接到這個案件的之後 我們當然是立即的處理 就是說 那它曾經在有接觸 這個室內的清水設備 那這家已經我們先把它停業 然後做全部的消毒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對於 不管游泳池等等 這些的可能的一些清水的 這些的場所 那會加強它裡面的水質的檢驗 而且來要求業者做符合規定的 這些的消毒 另外呢 那我們也呼籲民眾 它這種的如果是野外的溪流 或什麼之類的話 那你盡可能的其他的接近水的時候 盡可能的頭部 不要緊到水裡面 不要頭部埋到水裡面 因為它這種原蟲的話 這阿彌巴原蟲的時候 主要是透過我們鼻腔 水灌到我們鼻腔裡頭去 然後經過鼻腔裡面的秀神經 再侵犯到腦部 那如果我們避免這種措施的時候 那當然是可以降低它的一些的機會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清水 然後而且過幾天 尤其是七天以內的話 那如果有這些的腦炎的這些症狀 比如講說頭痛 然後比如講說頸部僵硬 那或者是 或者是甚至是 這個知覺喪失 或者等等的這些的神智改變的話 那這時候的家人要趕快把它送醫 這時候的醫生會給他妥視的治療 好 請你這樣再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寄生蟲它主要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來侵入人體 然後最嚴重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我們的那個淡水裡面有的時候就會有所謂的阿彌巴原蟲 阿彌巴原蟲有的會吃下去以後會讓你拉肚子 那現在我們講的這個會跑到腦部的阿彌巴原蟲是一個算是低致病性的 它不太會引起腸胃炎 可是你如果是到游泳池之外沒有加律的一個淡水的話 它有的時候裡面就會有這個阿彌巴原蟲的存在 然後你如果是吸到鼻子的話 它可能就會跑到腦部去引起腦部的一個傷害 所以這個是其實是一個很罕見的一個病例 那台灣只有兩個嘛 然後以前說不定有一些病例沒有被診斷出來 因為它診斷是比較困難 它必須要專門的單位去做檢驗 它並沒有包含在常規的一個檢驗當中 它的生存環境是冷水熱水都可以存活 對它就是應該是說溫水它還可以存活 它大概可以存活到四十幾度 比較高的溫度它就會死亡 那你如果有好好的消毒 像游泳池我們都會加律消毒 那就不會傳染阿彌巴原蟲 可是如果去淡水、湖泊、河川裡面玩水的時候 就要注意這個水不要 最好是不要去吸到鼻子裡面去 不要潛水 避免有沾東西跑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其實應該不只阿彌巴原蟲 有的時候其他的還有一些致病菌 也可能會讓你生病 那溫泉勒 因為溫泉通常也不太會 溫泉那個溫度比較高 而且裡面算是有一些礦物質 什麼刺激性的東西 阿彌巴原蟲大概不會在溫泉裡面存活 那如果說假設沒有吸到鼻子 然後它是身體遊客 我們身體接觸或者是甚至吃到腸胃道的話 這個這一類的阿彌巴原蟲 它是不會有致病例的 嗯... 致死率非常高 對 因為它阿彌巴原蟲 其實它的發現比較... 它的診斷比較困難 而且也沒有什麼功能有效的 一個藥物可以治療 所以它的致死率可以高到99%以上 所以要防白嗎 它只有兩種避免方法 第一個是去藥有加綠消毒的 對 一定要玩水的話有加綠消毒 然後要... 玩水的時候盡量不要避免水 那個嗆到你的鼻腸裡面 OK 好 治療方式有... 阿彌巴是有一些藥物可以治療 但是它對於這個會侵犯腦部的阿彌巴的感染 並沒有一個臨床使用的經驗 可以... 好嗎? 謝謝 啥 最棒的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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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際的交往 像阿載我們這一類退化型的失智症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 這個期待它可以治癒 但是我們可以想辦法讓它惡化的比較緩慢 因為如果說它是腦瘤造成的 那也許我們把腦瘤移 就是開刀拿走 它是可以回到正常的 所以用這個概念來說 就是說我們對於失智症的處理 我們其實不同的類型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不要讓失智症發生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預防 然後再過來是不要讓失智症惡化 慢慢的也好 如果他已經是80歲的老人家 也許他的生命就生下五年 我們讓他在五年是一個很好的 不會說進到需要很多人照顧的狀態